11月17日,据火箭队跟队记者麦克马洪最新报道,已退休的火箭队助理教练不辞德里克的回归,是有着不小的代价的。 火箭40亿美元身家大老板贝尔蒂塔,出动了高新聊警察回归,不率在今年9月份NBA开赛前的一个月,突然宣布赢家中有一些棘手的事情要处理,被迫从助理教练的岗位上退休。 不率是火箭的头号防守教练,过去两个赛季为火箭队防守的提升立下了汉马功劳,是球队上个赛季赢了常规赛冠军的关键功臣,不率在比赛中给哈登跪着奖战术的一幕,成为了火箭球迷们经济乐道的经典。 迈克马红在报道中指出,这次火箭老板为了说服不率重新出战帮助球队,再一次打造防守体系,也是下了血本的,不率将成为NBA中年薪最高的助理教练,不过不率离开和回归的时间点,还是相当难人寻味的。 要知道,火箭这两位教练,实际上都和安东尼有着过节,得安东尼因为安东尼在尼克斯下课,不率则因为安东尼在决心下课。